七大營養素 也就是七大分子 我們只剩下最後兩樣了 一個是維生素 一個是礦物質 先看維生素吧 維生素是微量的有機物 記得 維生素是有機物質哦 它含碳哦 但它不是能量來源 有機物可以分解成二能量 但維生物的功能不是儲存能量用的 它來執行調節生理中的功能 所以它是微量的有機物 功能很重要 那一大部分的維生素 都要靠我們吃食物得到 像植物是生產者 它可以自行合成有機物 所以維生素植物可以自己做 可是我們動物呢 要去靠吃植物或吃其他動物得到 由植物中獲取 我們是消費者嘛 對不對 好 那其中有一個例外 只有維生素D 人體可自行合成 它是唯一人體自己合成的維生素 維生素D呢 它的那個產生方法是這樣 你的皮膚照紫外線 就是太陽光一照 它就會產生某種酵素 它會讓某個前去物轉換成維生素D 維生素D就會產生 維生素D幫助鈣離子進入到骨骼 讓你骨骼強健 所以如果你今天骨質疏梭 你看醫生怎麼開配方 給你開鈣片 請你多運動 還有請多曬太陽 會幫助維生素D合成 會幫助骨骼比較致密一點 還有多運動 壓 重力的壓迫 會促進骨骼的生長 好 以上是維生素 維生素呢 常見的有幾種 維生素B群 通常是吃了之後 會讓你比較有精神 因為它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生理物質 那維生素C呢 通常是拿來抗氧化的 好 這兩群維生素B群跟C是水溶性的 你吃 如果吃太多 你的尿就把它排掉 各位 如果你早上吃一顆維生素或是B群 你早上尿尿都是黃的 因為它是水溶性的 喝太多 吃太多就尿掉 喝太多什麼 好 所以水溶性的維生素吃太多就排掉 沒事 但如果你吃的是維生素A D E K 這四個是脂溶性的哦 溶於脂質 不能溶於水 也不會水尿排掉 吃太多會中毒 脂溶性維生素吃多排不掉 會中毒的過多就會變毒性 所以吃太多皮膚會變黃 不好哦 記得不要吃太多 好 這是維生素 另外一群叫礦物質 礦物質就是礦物裡面的物質 它通常是無積物 而且溶於水 所以無積物 所以叫無積 溶於水叫眼淚 所以礦物質就叫無積眼淚 它跟維生素這個有幾乎共同調節 所以礦物質維生素一個有積一個無積 卻共同調節生理作用 我們舉幾個實例吧 你身上有哪些有名的礦物質呢 有鈴有鈣 鈴跟鈣形成鈴酸鈣 跟蛋白質一起構成你的硬骨的骨質 所以骨骼中含鈴跟鈣 那血紅素呢 中間有個牙鐵離子F1二症 這個二架的金屬離子 幫助氧氣的運輸 那個葉維素中間呢 中央有鎂離子NG2 來幫助光合作用 而鈣離子呢 幫助你的細胞分裂 血液凝固跟肌肉收縮 這些我們耳後才會提到 鈣離子如何調節分裂 你血液凝固跟肌肉收縮 好這邊出現了三個 二架金屬離子 芽鐵、鎂離子跟鈣 這麼巧都剛好是二架的金屬離子 好接下來跟神經產生訊號有關的 我這邊算寫綠跟鈣 請各位按照我的講義寫 其實比較應該寫的是鈣跟鈣 綠的作用比較弱 是鈣比較重要 鈣跟鈣帶正電 它在細胞內外的分補比較不均勻 就會出現電位差 就會成為電流哦 那就是神經會放電的原因 那我們之後的神經章節會再提到 鈣跟鈣如何跟神經的運作有關 另外磷酸鹽跟碳酸鹽 它會幫助水溶液或血液 酸鹼質不要劇烈變化 這個呢 化學課會教 這些溶液叫緩衝溶液 這些物質叫緩衝物質 這個性質叫緩衝性質 它們會讓酸鹼質的變化被緩衝 不要劇烈變化 這個以後的生物跟化學會教 而這些緩衝物質 很多也是礦物質 形成的眼淚 好啦 那我們的有機物的維生素 跟無機物的礦物質 他們的身體角色就也是補充一下 補充到這邊